加减测时间到5月11日为止 因此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 是否之后仍继续承保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紧次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们解读美国的节目 要谈论的是一个 最近发生了一个比较 在法律界 美国法律界 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新闻 那就是特朗普被捕 这么一件事情 那想必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也有所听闻 这个新闻 对吧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 至少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 我叫Mason G 我是在西雅图的一名 上诉诉讼律师 我之前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 然后 就是专注于这个上庭 这方面的法律的业务 以及国际制裁和国际贸易 这一块的法律相关的业务 所以说呢 我看到了这个 特朗普被捕的新闻 然后马上就要上庭的 这么一个新闻 我是有所感受的 因为确实跟我每天 所做的 作为一名诉讼律师 还是有一定相关的 所以我们这一期呢 虽然现在可能时间 稍微的比 往期要稍微短一些 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然后去分析一下 特朗普被捕这一件事情 到底后边会怎样去演变 而且他为什么呢 会被捕 这是一个 大家可能也是想听到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首先讲一讲 为什么特朗普会被捕呢 那么可能大家也有所听闻 就是在这个新闻上 可能有报道 对吧 就是他之前他竞选失败的 第二次竞选失败这一次呢 他在当时的1月6号的时候呢 就怂有了很多的 美国的这些支持他的人呢 去闯入美国的国会 那当时呢 也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啊 对吧 就是第一次美国的国会 竟然会被人闯入 而且当时呢 也是一个在政治上 和这个美国历史上前五啊 没有的没有的事情 包括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期 即使美国内乱的情况下的话 也没有出现过这个 这种内乱 然后闯入国会 这么一样的事情 所以说呢 确实是当时一个 非常空洞全国的一件 很大的事情 那么呢 这件事情是在2021年的时候 发生的 在拜登政府后来接手之后呢 就拜登的这个刑事 这个部门呢 就派了一个 我们在法律界叫 Special Council 这么一个人呢 去调查这件事情 调查特朗普 在所有这些人的过程中 有没有起到所有这些人 去闯入国会的作用 那么我们可能听到 Special Council 这么一个概念呢 会觉得非常奇怪 到底什么是个特殊的 Special Council呢 翻译成之后 有特殊律师 对不对 什么是特殊律师呢 Special Council呢 其实是一个 美国政府的一个 就是针对一个调查案件 对负责人的这么一个称号 那么当时呢 其实在美国这个历史上 也是有不同的Special Council的 这些人呢 一般都是特殊被任命的 就是为了做这一项调查的 也是一般都是非常资深的律师 或者资深的这种 在政府里行事的律师 做很多很多年的律师 才能被作为Special Council 一般都是在比较大的 这么一些 有政治影响力的 这么一些案件中 才会出现这种律师 那么上一次我们可能 大家所熟知的 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时候 也就当时有一个Special Council 当时其实是被尼克松总统 给罢除了之后 才会发生后面水门事件的 这么一系列的后面这些 法律上程序的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一次拜登政府委派和认命了 一个Special Council 确实是一个 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个举动 那么我们后来呢 最近也刚看到了 就是拜登的二子 他的小儿子Hunter Biden 当时也 最近也 也在调查中被 任命了一个Special Council 那么这种 情况来大家可能也会想到 是比较重要的一次调查吧 所以就是说呢 我们在拜登这个家庭关系 这个 整个调查之中 我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也可以去跟踪一下 因为他们这个Special Council 任命的话也是非常熊长的 那么回到我们 谈论特朗普 这件事情的 最近就是Special Council 他就 提供了很多的证据 然后一个所谓的 大陪审团 那就是我们当时 我们前几期也 讲到过大陪审团的概念 就是说 在这种大的刑事案件的时候 是需要先 成递证据给大陪审团 看看有没有 足够的证据 去上庭 然后追溯这些 所谓的刑事的责任 那么 最近呢 就是大陪审团看到了证据以后呢 就认为 证据是足够上庭的 所以 美国政府才去逮捕了 特朗普 一个之前的美国总统 来上庭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大陪审团的 它的作用并不是去定罪 它只是去看这个证据 足不足够去上庭 那么上庭的过程中呢 还会有另外一个陪审团 那个陪审团呢 是真正决定 有没有刑事责任的陪审团 大陪审团只是第一步 它就是看一看 这证据够不够 如果证据不够的话 它可以 它可以要求这个 美国政府去撤诉 那我们之前讲过 形势和民事之间的区别啊 这里头呢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 在大陪审团呢 它面对的是政府 因为起诉方 在美国形势方面 起诉方是政府 并不是个人 比如说我不能起诉 另外一个人 行事责任 我只能向警方 或者向政府方提供证据 然后问他们 要求他们 或者希望他们能够 做出这形式方面的举动 至于美国政府 愿不愿意去追诉的话 那是美国政府自己的责任 而不是我们个人 能够去左右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特朗普这个情况下呢 是美国政府 他要求大陪审团去 阅览这些 他手上 特殊律师 找到了这些证据 要求他们 去审 这些证据 然后看看这些证据够不够 形成立案的 为立案形成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 大陪审团团 就是在最近这几个礼拜之内 他就是做出了他们的决定 就是说现在是有足够证据 可以让特朗普上庭去 去追究他的行事责任 因为确实当时 在2021年的1月6号那一天 他确实在公开演讲的时候 是质问了这个 这个当时 整体这个 2020年选举这些投票的 他是质疑了这一点 而且他当时也说过 就是说你们应该 就对他的这些支持者的时候 你们应该做出表态 做出举动 那他们后来啊 就是他这些支持者 就就冲向国会 所以就是说当时的大陪审团呢 最近就看到这些证据以后 就觉得这些证据确实有可能 是在怂恿当时这个 闯入国会这些举动 所以说呢 他就把这证据呢 看了以后提交给法庭 法庭立案 然后就可以逮捕特朗普 去追究他的行事责任了 那么下一步呢 可能就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 就是具体到底会不会 特朗普会不会被就是 他行事责任会不会被这个陪审团 认定的 他会不会去坐牢 那这些都是大家可能想问的问题 而且坐牢了以后呢 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这可能也是大家也想问的一点 那我们这两个问题 我们就给大家去探讨一下 美国形势呢 他是其实很严谨的 因为他这个标准的 这个是非常高的 就相对于民事呢 民事理由是一般陪审团 是看着证据对吧 看着证据他觉得 我认为可能 百分之五十一的这个概率 他确实是冒犯了法律 我就把这个钱财赔给他们 百分之五十一就够了 就是说我觉得他更有可能 做这个事情 在美国这个法律界呢 他讲more likely than not 就是说百分之五十一的几率 就可以了 但形式就不一样了 形式呢 他是个非常高的这个标准 因为毕竟呢 他是人命关天的问题 对吧 他也是这种 就是要是确实 觉得这个人 他有形式责任的话 他是有可能坐牢的 这个整体的都 就不只是钱财方面的问题 所以在美国呢 在形式方面 他是一个叫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就这么一个标准 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正常人都不会觉得 他没有做几件事情 一般来讲的话 虽然没有这种 像民事那么简单 百分之五十一这个概念呢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你百分之九十 到九十五之间的这种概念 你觉得他做这件事情 就可以了 最后轮下百分之五 是可以的 就是说他不能就是百分之百 确定他 他有形式责任 他犯法了 他杀人了 等等等等 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 就可以了 但是呢 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界限了 就是说只要有证据 表明他有可能 没有犯法 这个陪审团都必须得要 都都都说他没有犯法 他没有刑事责任 所以说呢 这个整体的话 而且也是 这个政府需要 把这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给陪审团去看 然后让陪审团觉得 确实他犯法了 他确实有刑事责任 这种情况下才能 才能有刑事责任 而且呢 这个刑事责任 必须得要非常清晰 才可以 对吧 他不只能说说 哦 我觉得他是个坏人 他干了不好的事情 他所有别人 去干了不好的事情 这不够 你必须得要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 美国刑法上的这个 犯罪的这个 规定 他的条规才行 他必须得要犯了一个条规 他才行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 有很多这个立案的 就是说他立案的 现在呢 在特朗普这种情况下 现在目前就是 政府方 他说有可能有四十多条罪状 但是在这四十多条罪状 他究竟有哪几个 确实是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他哪有的哪几条 确实有民文规定 他不可以做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 有待去看到 有待去探讨的 因为确实他四十多条的话 可能大多数 最后都不会追求 他的刑事责任 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他没有那种民文规定 就是他没有真正触犯到 任何的美国的刑法 但是确实这个 影响美国的这个选举 而且呢 去让这些人 去国会去践踏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些财产 就是他当时就是他进去 他们砸 打砸抢对吧 这些财产的损失 他所有他们去损失美国政府的财产 这一条有可能 就会触犯美国的刑法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看一看 到底这个 特拉普上帝之后 陪着他怎么看这个问题 有没有真正的触犯民文规定这两条 我们一定要去 睁大眼睛去看 而且去审视这个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特朗普呢 他这一次审判 他的这个上庭的过程呢 有可能 我们大家能看得见 他有可能呢 就是会直播 那么一般美国的这些上庭的 这些程序呢 是不会被直播的 他一般都是 你必须得去他这个法庭里头 才坐在法庭里头 听他们这些证人去解说 然后看上证据才可以 当然了 他也可以这个法庭和法官是可以 例外的去 去说这个是可以直播的 对吧 最近有几个比较 有关注度的这种新闻 有关注度的这种 大的上庭案子也是直播的 比如说 像 Johnny Depp 对吧 最近这个明星演员的那个 他的 他的这个上庭整个过程 就是直播的 所以呢 这一次呢 有可能我们会看到一次 非常有意思的 也是一次非常 可能比较胶着的一次上庭的过程 就是看特朗普 他的律师是怎么去辩护的 然后政府这个律师 他是怎么去追究 特朗普的行事责任的 当然最后了 两方律师说完以后 最后的决定权 还是在他的评审团 那么我们听众朋友们 可能就想问了 什么时候上庭啊 他到底这个上庭的过程 应该就可以 就很快就可以了吧 也未必 因为这个选 这个陪审团 这个过程 可能会比较的漫长 因为美国的陪审团呢 他是希望能够中立的 他希望大家是 没有持有任何的态度 或者持有之前的偏见的 那么这个当然就比较难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是美国的前总统 然后对他可能 对他的看法也是不一的 所以真正能够找到 那个11个或者13个 或者7个9个 中立的陪审团的成员 可能是有非常 还是有一段时间 因为一般的话 去选这个陪审团的过程呢 就双方律师都同意的情况下 就是名单的 同意的情况下 才能组成这个陪审团 然后组成这个陪审团 来开始上庭 那么上庭的过程呢 也会比较繁琐 就是这里头证据很多 证人也很多 然后最后即使陪审团 他做出了一个判决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特朗普还是有权去 去要求二审的 就我们所谓的appeals 对吧 就是去质疑最后 这个陪审团的这个 还有就是法律 或者法官是怎么去 给他们陈述 这有法律的这些 种种的问题 因为陪审团的成员呢 他大多数都是 都是不懂法律的人 所以关于这个法律的 这个整体的陈述呢 是需要法官给他们的 那么最后这个法官的陈述 重不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这个 法官的陈述呢 他是对不对 也是可以被appeal的 所以我们这个整体 这个过程呢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真正的开始看到 真正可要进入秋季里头 才能看到 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开始 他这个上帖的过程 开始的演变 我们 事物以待 大家可以看一看 多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真正对于美国 了解美国法律体系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好的 但我们这一期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一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萧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